第四百八十一集,一走了之。 群风之间鸦雀无声,阿大躺在赵拉月的怀里,看着景九指尖的火焰,微微眯眼。 禅宗的这个说法很好理解,但其实不是特别适合景九的情形。 果不其然,他接着问道, 如果这事物有联系去不同的火焰,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颜色呢? 不同的事物燃烧起来,火焰的颜色与亮度都会有所差别, 比如木棍、煤炭、箭、鱼纸,燃烧的火焰自然不同。 景九不喜欢这样,或者说不喜欢这样的我的延续。 所以我要脱了衣服,舍了道身,扔了木棍。 平永家明白了,这就是他离了万五一, 这就是轻而飞出了青天剑, 这就是雪姬舍了这个世界。 没有木棍也没有炭, 没有剑也没有纸, 只有火焰, 那就是景九追求的境界。 可是,现在的他还没有抵达那种境界, 那么他是谁? 我是我之所有因果的志向。 景九再次说出了这句话, 他望向这个世界, 群峰间的修行者们都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青山群峰也感受到了, 远处云集镇里的酒楼老板感受到了, 朝歌城里的井梨感受到了, 某根树枝上的青鸟感受到了, 小庙里的蝉子感受到了, 大海里的顾青感受到了。 因缘际会, 我们相逢于此, 便有了我们。 景九望向赵拉月, 却像是在看着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无比安静, 所有人在等着他说出飞升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没有人知道他会说什么, 想来那必然是极美的。 走了。 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瞬息之间便到了极高远的天空, 下一刻便进入了虚境, 地面已经没有景九的身影, 看着那道快速离开的剑光, 陈雪梢轻轻捶了捶轮椅的扶手, 满怀遗憾。 居然, 就这么走了? 他无法站起, 只能坐在轮椅里, 群风间的所有人都已经站了起来, 人们神情专注地看着天空, 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 朝天大陆的所有地方, 都能看到这道剑光, 无数凡人走出家门, 向着天空里望去, 神情枉然或者激动。 如果不算雪姬地离开, 这是时隔多年后, 人族再一次迎来的一位飞生者。 众人如何能不紧张? 按道理来说, 景九现在掌握了万物见阵, 境界高得难以想象, 飞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问题在于天道至宫, 飞生者越强, 遇到的天结也越厉害。 雪姬是朝天大陆, 层结最高的生命, 于是也遇到了最厉害的天结。 如果不是有白刃仙人留下的通道, 还真不见得能出去。 现在景九号称古往今来的人族最强者, 那他会遇到多么可怕的天结。 最重要的是, 没有人忘记, 他已经失败过一次。 天地感应, 雷雨里生出无数团雷暴,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旋转着靠拢着, 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至极的雷暴漩涡, 迎向那道见光, 从地面望去, 那道巨大的雷暴漩涡看着就像有只诡异的大眼睛, 带着难以想象的威压, 向着地面而来。 狂风呼啸, 云集阵雨相邻周郡里, 升起无数飞沙走石, 凡人们奔走逃避, 不敢再向天空望上一眼。 修行者的眼力极好, 看到那些雷暴漩涡里的明亮细思, 实则是粗得难以想象的闪电, 不由震撼异常, 心想就算是通天大雾, 遇着如此强大的闪电, 只怕也会灰飞烟灭。 这团雷暴漩涡里的闪电, 只怕数千万道之多, 今就如何闯得过去。 由闪电受到噪引, 从雷暴漩涡里落了下来, 准确地砍中了那道剑光, 青山群峰里响起一阵惊呼, 赵拉月等人用最快的速度望向平永家。 平永家神情茫然, 连连摇头,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那道闪电确实没有对准那道剑光造成任何影响, 瞬间便湮灭无踪。 紧接着, 落下的数十道闪电, 落在那道剑光上, 也各自散去, 没有给景久带去任何伤害。 看到这幕画面, 青山群峰里的修行者终于放松了些, 下一刻又看到了一幕更加恐怖的画面。 雷暴漩涡转得越来越快, 仿佛整个天空都旋转起来, 里面的数千道闪电不停地交汇、融合, 变得更加粗大。 直至仿佛最后要变成了一座闪电凝聚的大山, 发出明亮至极的光线。 当天空开始旋转的时候, 那些境界稍低些的修行者便承受不住了, 恶凡一片便要呕吐, 只得盘膝坐下静思恢复。 当所有闪电凝聚在一起, 散发出远超太阳的明亮光线后, 绝大多数修行者也受不了了, 纷纷低头, 不敢再看一眼。 广源真人等强者盯着天空里的画面, 神情凝重至极。 这道闪电只怕能够把世间一切事物变成虚无。 警九能承受得住吗? 警九与那片明亮至极的闪电越来越近, 他的脸被照得明亮至极, 仿佛也在发光。 那道难以想象的威压与赤裂的光线, 似乎要把虚境都点燃一般。 这种恐怖的天节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果然是最强的。 在这样紧张万分的时刻, 他忽然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这话从逻辑上来说当然没有问题, 但太热血好强, 就像他还是那个刚进入青山的小孩子。 绝大多数飞升者在遇到天节的时候, 都会选择躲避或者苦苦支撑, 直待最后天道考验结束, 天节自行散去, 警九不会这样做。 上次他就没有这样做, 问题是, 他就算能够欲万物为一件, 现在虚境里什么都没有, 怎么办? 嗖嗖风声忽然出现在永远静寂的虚境, 那是被他从下方召来的空气, 以及随空气而至的云雾。 无数团云雾被千成细丝, 如剑一般来到他的身周, 向着上方那片明亮至极的闪电刺去。 上次飞升的时候, 他一剑战天, 这次飞升的时候, 他万剑开天。 天空里出现无数道电光, 以及比电光更亮的剑光, 交错在一起, 形成极密的光网。 世界变得明亮无比, 就连幽深的大海都被变得透明起来。 令人震撼的是, 那些从雷暴漩涡里生出的电光也有了锋芒, 仿佛变成了剑, 却不再展向景久, 而是回首, 向天而去。 用天节战天节, 这也可以。 青莲小轿里传出水月安主震惊至极的声音, 不秋霄感慨说道, 不管闪电还是雷暴, 不也是万无一数? 曹元若有所思。 原来所谓天道, 也是我们这方天地的一部分。 占据整个天空的雷暴漩涡就这样消失了, 碧蓝的天空重新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但那些剑光还在, 那些剑光是电, 是云, 是空气, 在天空里纵横着闪烁着, 就像无数万颗永远不会坠落的流星, 形成一幕极美的画面。 数千万道剑光渐渐淡去, 消失在阿大幽冷的眼瞳里, 阿大在赵蜡月的怀里, 当年景阳真人飞升的时候, 赵蜡月提着阴三的尸体向云集阵外走去, 看都没有看一眼, 今天则是一眼都没有错过。 看着被镀上了一道金边的万朵浮云, 看着那些消失的剑光它沉默不语, 就算你不会再回来, 我也可以去找你, 可是如果找不到呢, 非生是生离, 也是死别。 他静静体会着这种生死之间的感受, 一株野草在脚边生出。 这个世界是如此黑暗, 就像尸狗的尸体, 这个世界是如此寒冷, 就像雪鸡的故乡, 千万道剑光消失在 腰翼猫桶里的那瞬间, 这个黑暗而寒冷的世界里忽然出现了一阵空间扭曲, 出现一道破口, 一道光, 难以想象的速度, 从破口里飞了出来, 然后骤然静止, 显露出警觉的身形, 他回首望向来处, 一片虚无。 占据整个天空的雷暴漩涡其实不可怕, 对他来说, 那些闪电更像是灵气的补充, 飞升后半段出现的那些闪电则有些麻烦, 因为那并非真的闪电, 而是空间的裂缝, 天地间自有一道宏大的力量, 吸引着他无法离开, 想要把他拉回到地面, 甚至把空间都撕裂了开来, 也就在这一刻, 他用万物见证确诊了空间以及这种力量, 依然是朝天大陆所在天地的一部分, 那就很简单了。 经久转身向着某处飞去, 然后发现自己的速度变得慢了很多。 这里说的很多是非常多的意思, 很明显, 这个世界与朝天大陆所在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 与修真典籍里描述的仙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比血缘还要寒冷, 比虚境还要空无, 无边无际反而带来极可怕的压迫感。 任何有灵石的生命在这里都会感到孤单, 渺小与恐惧, 极遥远的空间里悬浮着一颗很小的白色火球, 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在他的身体轮廓上镀上了一道极淡的银边。 他背对着白色火球飞了片刻, 前方隐约出现了几件事物, 隐隐反射着光线。 黑暗而寒冷的无垠世界里没有棺材, 也没有如山大的墓碑, 只有一把竹椅, 他飞到竹椅前, 然后躺了上去。 他没有准备飞升便离开, 而是准备在这里看一段时间, 这与白刃不敢离开没有关系, 只是那个世界的屏障确实薄了, 容易被看到, 这与他有关系。 他与谭真人都听到了雪鸡飞升后的那声轻疑, 他遇到了什么? 域外飞膜还是那数万道燃烧的飞溅? 他需要慎重, 而且也想再次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远处那颗火球散发出的光线落在他的脸上, 并不如何清楚, 也没有任何温度。 他伸出手指, 在那些光线里挥过, 仔细感受了一下, 确诊了白真人的说法, 这些源出之光便是所谓仙气的来源, 只不过白色火球离这里太远, 想要飞过去要很长时间,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要吸收到足够炼成仙鹿的数量, 也需要很长时间。 他的速度变慢了, 这些光的速度似乎也变慢了, 反而显得很活跃, 在他的手指尖像调皮的小鸟般, 跳来跳去, 很难抓住。 他手指动了起来, 连残影都看不到, 与那些光线在极小的范围里追逐勾当, 他的视线却始终落在那片虚无处, 那片虚无并非绝对的黑暗, 更接近于模糊或者说混沌, 没有具体的颜色, 甚至没有存在的感觉。 按道理来说, 除非找到中州派的那座法阵, 他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画面, 但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望向那处, 那片虚无深处的画面, 便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还能看到那片沧海, 青山群峰, 那片雪原以及那座最高的冰峰, 远旋海外的几片陆地以及那株野草, 那些画面变化得极快, 他上次飞升的时候曾经回头看过一眼, 直到这里与朝天大陆的时间流速差, 大概是一天等于一年, 所以并不惊讶, 只是不明白白刃仙人为何能与白真人通话, 大概是中州派的那件法宝, 真的很厉害。 赵蜡月的脚下生出一株野草, 紧接着黑色玉盘的所有缝隙都生出了野草, 就此通天。 白藻在三千院里醒来, 看着碧蓝的天空上留下的见光残影, 怅然不语, 曹元回了白城小庙, 坐了三天三夜时间, 然后转身离开, 开始了自己第二次到红尘。 蝉子还没回到果成寺, 便被迫再次回来, 哀声叹气地重新开始玩小木棍。 不秋消开始著书立说, 第一卷记录的却是他一个学生的语录, 那个学生叫做西云。 苏子叶单独尽解, 得到昆仑派分出的一条灵脉, 在青山宗的帮助下, 再次开宗立派。 六十岁学见归来, 带着小河去一大陆游历, 遇着顾青三人, 哭劝无果, 再次回到大陆时, 已是数十年后。 卓如遂得偿所愿, 从准备闭关的广元真人手里, 继承了掌门的位置。 南望与赵腊月不与他抢, 元曲打不过他, 顾青不回来, 六十岁将来要做医卯斋主,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在于, 他这个掌门谁都管不了, 不要说神墨风与青荣风, 就连平永家的剑锋, 他都没法管。 好在都是景阳真人一脉, 没什么好争的, 又有什么好管的呢? 元曲你要替尚德峰再密个地方, 我能有什么意见? 就算你想把天光风抢了去, 夜校大人又会允许我有意见吗? 他站在天光风顶, 看着云风里的群风自我开解, 忽然一场春雨落下, 不禁叹了口气。 尚德峰没有了, 圆归背着的石碑也裂了, 青山再没有引风, 青天剑不知道去了哪里, 青鸟在大路上到处飞行, 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还是在看什么。 第四百八十二集 这就是星星 这些年里, 朝天大路最引人注意的, 还是那位年轻的吴文门掌门, 彭狼在那条长街上, 看了景九与熙来的万物见战, 又在三千院里, 听景九说了一夜, 修为又有增进, 短短数十年时间, 便来到了建道的最高处。 六十岁从海上归来后, 与他战了一场, 输得有些惨, 只好带着小和回到千里封廊 给自家先生磨磨, 不知道是受了谁的窜夺, 人们只知道内夜的湖畔, 有烤鱼有酒, 还有仙气蒸腾, 彭狼去了青山。 卓如碎避而不见, 完全不在乎丢了青山的颜面, 反正他刚进青山就开始闭关, 现在刚当掌门又开始闭关, 似乎也说得过去。 赵腊月破关而出, 却发现彭狼已经走了, 彭狼带着平永佳 以及平永佳 替他在剑锋里挑的一把好剑 去了血缘。 来到那座冰封, 彭狼与雪国女王大战一场, 输得极惨, 就连平永佳回到青山后, 都不忍心描述当时的情形。 彭狼留在了血缘里, 没有回来, 蝉子从相爱里钻了出来, 士族踏着门槛, 望着血缘深处, 神情微变, 又来一次啊。 整个朝天大陆 很快便知道了这个消息, 女王又怀孕了, 湖畔的烤鱼与酒 自然是合瞻准备的, 用的是当年连三月 说服曹元的旧事, 白早也曾经这样做过。 是的, 这次劝说彭狼去杀雪果女王的就是他, 在他原先的计划里, 就算彭狼不是雪果女王的对手, 到时候他再凭着身体里的仙气, 应该能与对方同归于尽, 谁能想到彭狼会败得如此之惨, 更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与雪果女王生了个孩子。 现在他想与雪果女王同归一尽, 都做不到了, 而且似乎也没有那个必要。 那一刻他再次确认自己没有警觉算得清楚, 哪怕他已经走了几十年, 他去了蓬莱岛, 再也没有管过朝天大陆的事情。 海上的渔夫与船公在那之后, 经常会看到海面上有个踏步而行的白衣女子, 人们称她为蓬莱仙子。 就在白早离开的当天, 谭真人宣布必死关, 把掌门之位传给了童颜, 童颜在那座只有一棵树, 已经没有人的高台上, 做了一桌菜, 算是为自己庆祝。 一幕幕画面在眼前闪过, 经久没有任何反应, 只有蓬莱去血缘的时候, 他挑了挑眉, 那个名字确实有些问题, 不改是对的。 他的手指忽然停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的手指一直在捕捉着那远方那颗白色火球散发出来的光线, 没有片刻停顿。 随着他的手指停下, 那些光线也停了下来, 缠绕在了上面, 然后渐渐凝结成食物, 散发着飘渺至极的仙异,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在这个寒冷而空旷的黑暗世界里遇到任何存在, 但那不代表朝天大陆修道者们, 警惕是没有必要的。 不过他还是不同意那位哲仙, 太平真人, 以及白真人的看法, 更是觉得白刃愚蠢至极。 他轻弹手指, 那团散发着仙异的光团无声而去, 渐渐消失在那片虚无里, 那光团如夜般飘落到朝天大陆上空, 自然变成一道仙异, 落在了青山剑峰上。 平永家走到那道石凤前, 把那道仙异取了出来, 抬头向天上看了一眼, 挥了挥手, 他知道警九的意思。 如果天地元气真的数量不够, 与外界的屏障有消解的危险, 他便会把这张仙弩撕开, 让里面的仙弩补充到天地之间。 这道仙弩里面只有仙气, 没有仙石, 谁都可以用, 但既然落在他的手里, 那谁都没有办法抢过去。 他看过彭狼与雪国女王打架, 知道他们打不过自己。 警九向朝天大陆深深看了一眼, 这才真的离开, 化作一道剑光, 消失在无比辽阔的宇宙里。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他没有带走那把竹躺椅, 没有过多长时间, 那片虚无里出现了一道裂口。 朝天大陆又有了一位飞生者, 谭真人来到那把竹椅前, 坐了上去, 开始制作自己的先路。 谭真人坐的时间要比警九长很多, 直到他确认收集的仙气数量 与自己带走的天地元气数量差不多, 练了一道仙路, 投向朝天大陆, 才真的离开。 只不过方向与警九不同, 接着, 西来也到了这里, 坐到了那张竹椅上, 那张竹椅仿佛成了飞生者们 离开朝天大陆之后必须要来的地方。 西来刚开始炼制仙路, 一座如山般的黑影, 便挡住了那颗遥远的白色火球。 来的是曹元, 他的境界当然不比谭真人与西来差, 只不过想开这种事情, 比别的任何事情都要更难。 你要做吗? 曹元看着那张竹椅摇了摇头, 这个黑暗而寒冷的世界里没有天地, 也没有重量, 他不用担心沉重的金身, 把竹椅压垮, 问题是也做不进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们也先后离开这里, 与警九谈真人的方向都不同。 黑暗的宇宙空间里没有天地, 自然也没有上下, 没有左右, 方向便有无数种, 哪怕来自同一个地方, 却很难走上同一条道路。 警九有自己的方向, 宇宙没有边际, 没有任何存在, 空旷到了极点, 但依然残留着一些味道。 那是他熟悉的镇摩玉的味道, 紫花的味道, 除此之外, 还有剑玉的味道, 以及神墨风的味道, 准确来说, 是阿大的味道。 只有寒蝉与那些蚊子 才会有这些味道, 那些味道已经极淡, 就像是落入大海里的一滴墨水, 依然被他捕捉到了, 表明雪姬就是从这边离开的。 他没有什么感知能力, 也没有什么嗅觉, 这种捕捉更像是一种 对微小事物的分析。 他在寻找雪姬, 因为他飞升之后, 曾经轻移了一声, 明显是遇着了连他 都有些吃惊的事情, 他会不会是遇到了 传说中的玉外天魔, 那些让朝天大陆修行界 警惕了无数年, 让太平真人这样的人物 想出蔑视这种主意的 外界强敌, 他变成黑暗背景里 急不起眼的一抹微光, 向着遥远的宇宙 伸出而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重新显现出身形, 那些味道就在这里消失了, 或者说被另外一种味道取代。 宇宙的背景黑暗一片, 远方有些隐隐的, 极淡的暗沉色块。 能够看到那里有个小黑点, 要比四周的颜色更深, 剑火照亮他的脸, 睫毛闪着微光, 他不需要光线也能看清楚那个事物。 点燃见火是想以更快的速度停下来, 火焰没有向上, 变成了个火球, 那个小黑点越来越大, 渐渐露出真实的模样, 就像一个没有柄的黑色蒲公英, 这让他想起了阿大。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那个黑色事物越来越大, 占据了他视野里很大的一部分, 简直如一座小山, 随着体积的增加, 任何事物都会显得恐怖起来。 于是柔弱的黑色无柄蒲公英, 变成了冰冷而恐怖的黑色怪物。 那个怪物通体幽黑, 体表生着数千只极细的触角。 宇宙里没有风, 那些触角没有飘动, 但应该是软的, 活着的时候可以自如运动。 是的, 这个生着无数触角的黑色球状怪物, 已经死了。 经就确认里面没有任何活动的痕迹, 没有气息波动, 而且极其寒冷, 甚至比四周的宇宙还要寒冷。 他伸出手, 去轻轻摸了摸怪物, 触觉有些奇怪, 就像是皮革与晶石的融合物, 有些恶心。 令他有些吃惊的是, 当他想要进入怪物体内时, 发现怪物的表皮竟然无比坚韧, 比雪国里的那些怪兽还要强大无数倍, 手指破开时能感觉到明显的阻力。 如果这是玉外天魔的尸身, 死后竟然还能拥有如此强的防御, 那他活着的时候应该有多强大。 再加上如此庞大的身躯, 只怕能够轻而易举地一击摧毁一艘青山剑舟。 树道触手离开怪物尸体, 缓慢向外界飘去。 怪物表面缓缓生出一道极大的裂口, 井九飞了进去, 发现里面是空的, 看着就像是一个充满中乳石的洞窟, 那些中乳石应该是粘膜凸起之类的事物, 那些灰暗的寄带可能是某种筋膜, 用来传输能量。 怪物尸体里的景象就像是外皮的触感一样, 令人感到恶心与不适应。 井九确认这种奇特的身体构造 不存在于朝天大陆任何生命体的身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怪物没有能量传输的核心, 用人类及动物妖族来比喻, 那就是没有心脏, 在空中悬浮着数个如残碱般的事物, 不知道是储藏器还是用来思考的器官。 他以很快的速度在怪物体内飞了一遍, 记住了所有的形状与分布, 然后来到那几个残碱般的事物前。 那几个残碱表面附着一层冰霜, 表明怪物体内只有这里有着类似于水的事物存在。 他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一颗残碱, 传来的触觉有些微麻,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气息残灵。 无声无息, 那颗残碱般的事物分崩离析, 变成无数粒冰晶向着四周缓缓飘去。 他已经猜到这是血迹的手段, 这时候只不过是做雀人, 飞出怪物尸体, 向着远处飞去了十余里, 转身望去。 残碱般事物碎成的冰晶已经触到了怪物身体的内壁, 黑色怪物微微颤抖起来, 表面的数千只触角微微飘动。 隔得远了, 那个黑色怪物又变回了无饼的黑色蒲公英, 仿佛在风里轻轻飘着, 仅就再次生出那种熟悉的感觉。 安静的宇宙空间里, 已经没有震膜雨啊大的味道, 血迹杀死那个黑色怪物后, 明显变得警惕小心起来, 应该是收起了寒蝉。 现在警就应该往何处去? 如果那个黑色蒲公英般的怪物 真的是修行者想象中的玉外天魔, 必然不会只有一只。 他抬起手指, 闻了闻指腹沾着的那点灰色冰晶味道, 然后向着味道来处而去。 在随后的风行里, 他再次遇到了几个黑色蒲公英般的怪物, 越发觉得那就是所谓的玉外天魔, 那些玉外天魔都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他知道自己没有找错方向, 血迹就是从这边走的, 于是加快了速度。 不知道飞了多长时间,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挥手望向那颗白色火球, 那颗白色火球已经变得极小, 在遥远的黑暗空间里散发着宁静而微暗的光线, 他心想, 原来这就是星星。 警九转身继续飞行, 前方还有一颗星星在等着他, 那颗星星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 变成了另一颗太阳。 这颗太阳是红色的火球, 非常巨大, 表面不时喷出一些火蛇, 他没有来得及欣赏这幕瑰丽的画面, 画面便消失了。 一道巨大的阴影挡住了那颗火球, 就像那天狮狗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天空里的太阳, 那道阴影表面生着数十万根细细的触角, 从形状上看, 就像他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怪物一样, 散发着极其寒冷可怕的气息, 给人一种能够吞噬一切的感觉。 警九感觉到了强烈的危险, 这个欲外天魔要比前面那些大数百倍, 更麻烦的是那些触角正在缓缓飘动, 就像水底的野草, 却无法给人美景的享受, 因为它是活的。 一道强大的气息波动从那片阴影里生出, 向着宇宙的各处而去, 明显是在搜索什么。 那道波动很快便来到了警九所在的那片空间,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 它想了很多事情, 这个欲外天魔应该是为了那些死去的部署 或者后代来这里的, 必然要强大很多。 从时间来算, 雪姬应该刚离开不久, 以她的性情, 没有杀死这个欲外天魔只有一种可能, 她无法确定自己能杀死对方。 那么, 自己应该往哪里逃? 当她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只欲外天魔的气息波动 已经扫过了她所在的空间。 她没有任何畏惧, 静静地看着数百里外的那朵巨大的黑色蒲公英。 在宇宙里飞行的时候, 她偶尔能够看到一些陨石, 尤其是靠近前方那颗红色火球的时候, 陨石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时候的她没有呼吸, 没有温度, 没有心跳, 没有气息, 什么都没有。 相信再高级的生命, 也无法把它与一颗陨石区别出来。 当年参加梅会道战的时候, 她的境界实力还很低微, 依然能够一个晚上杀死无数只雪国怪兽, 靠的便是这个本事。 果不其然, 那只欲外天魔的气息波动, 扫过她所在的空间, 没有任何停留, 向着别处而去。 这时候她可以离开了, 但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这里离朝天大陆已经很远, 但对这个区域天魔等级的生命来说, 顺着前面的痕迹找过去, 依然很有可能。 那颗白色火球, 是离这里最近的星星。 经久望向那只欲外天魔, 举起右手打了个响指, 黑暗的宇宙里没有声音响起, 但她的指尖亮起了一团剑火, 火球非常醒目, 就像一颗星星。 第483集 不需此行 在无限空旷的宇宙中, 经久之间的那团剑火 就像萤火虫一样微妙, 但依然很醒目。 那片巨大阴影瞬间便察觉到了, 那道强烈的波动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扫回, 确定了经久的存在以及位置。 无数根触手开始蠕动起来, 在她身后那团红色火球的照耀下 生出一种极其邪恶的感觉。 看着这幕画面, 经久再次生出熟悉的感觉, 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就在她准备把那些难看 而且明显带着危险感觉的触手 切掉的时候, 那道强烈的波动 仿佛变成了某种无形的力量场, 让整个空间都变得粘稠起来。 不要说挥出剑光, 就连身体都无法移动。 经久知道自己犯了错, 低估了对方的强大, 或者说没有算到对方的战斗方式, 那只欲外天魔很明显不准备抓住她, 而是准备直接毁灭她。 一道邪恶而强大的意识落在了警久的身上, 抓住了她的神魂。 如果神魂是实际存在的事物, 这时候已经蒙上了极厚的冰霜, 下一刻便会被那道意识撕扯成碎片。 换作别的人族飞生者, 在这一刻都没有任何办法对抗这道强大至极的精神意识, 但警久曾经感受过更强大的神识, 而且她的神魂经历两世转修, 比别的飞生者不知道坚韧多少倍。 她非但没有被那只欲外天魔的邪恶意识抹杀, 反而发起了反攻, 两道极其明亮的剑光在她的眼底深处就像跃出海面的鱼儿, 照亮了睫毛以及眼前的一切。 宇宙依然死寂一片, 但在某个地方仿佛响起了轰的一声巨响。 欲外天魔微微一阵, 体表的无数根触手以更快的速度颤抖起来, 散发出无数烟尘, 看着像是蘑菇弹出的包子雾。 那道邪恶而可怕的意识退了回去, 那道强烈的波动也消失无踪, 仿佛变得粘稠的空间, 恢复了正常, 紧就可以动了。 在这里, 她无法使用万物剑阵, 以对方的防御和庞大身躯, 用剑光隔空去战, 也很难形成真正的伤害。 应该如何战? 一道剑光飞进了那片巨大的阴影, 那片阴影不时被照亮, 表皮某处偶尔会有些透明, 隐隐可以看到警九在里面 以最快的速度飞行, 无数到处手纷纷脱落, 在黑暗的宇宙里无声站成火花, 那道邪恶而强大的意识 依然冷冷地追逐着她。 没有任何意外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畏惧, 那道宁静而森然的剑椅 不时被碾压得仿佛消失, 却总会再次出现。 没有过多长时间, 一切变得静止, 那些触手不再乱动, 像水草一般飘着, 欲外天魔也没有动静, 静静地悬浮在宇宙里。 忽然, 她震了一下, 欲外天魔变成了无数碎片, 向着四周喷散而去, 再也没有任何气息, 那道强大而邪恶的意识 也消失了。 宇宙里飘着尘埃, 向着各处远离, 有些像某个远古之初的画面, 静久看着以自己为中心 离开的欲外天魔的湿海碎片, 苍白的脸上流露出疲惫的情绪, 那件白衣碎裂随着那些碎片而去, 她的身体上到处都是犯着灰暗气息的伤口, 剑员已然消耗殆尽。 最麻烦的是, 她的箭矢被那道邪恶意识摧毁了太多, 这时候头脑昏沉, 随时有可能睡去或者死去, 这是她飞升之后的第一场战斗, 没用多长时间, 没有任何声音, 却比她在朝天大陆遇到的任何一场战斗都困难, 这也是她两世为人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因为对方真的很强大, 也因为她接连发生了两次错判。 查看第一具欲外天魔的尸体时, 她便发现了, 对方身体里残碱样式物是储存能量的地方, 那些能量被雪姬冻成了冰块, 无法确定与仙气、天地元气是否易数, 但想来应该能用, 雪姬在寒冷至极的宇宙里飞行, 根本不需要任何补充, 她则不然, 在原先的推算里, 她杀死对方后, 便会用残碱样式物里的能量进行补充, 没想到的是, 这只欲外天魔居然在还没有必死的情况下, 便提前选择了自爆, 那些残碱样的事物尽数变成了宇宙里的光与热, 反而给她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连这都没有算到吗? 一个声音在井九的石海里响起, 一道青烟从她的身体里飘了出来, 没有散去, 而是渐渐扭曲变形, 最终变成了一个小人, 那个小人身着青衣, 眉清目秀, 笑容可亲, 正是太平真人。 青天剑里的张府祠堂里, 一直供着一炷箱, 没有人知道是寄什么的。 前些天井九去了青天剑一趟, 没有带走那炷箱, 但是带走了那道烟, 她看着太平真人一眼。 你怎么出来了? 太平真人看着她的眼睛。 你见识大伤, 道歇难守, 我自然就出来了。 我确实没有算到她居然不怕死, 而且好像很想死。 活了两辈子了, 难道你没有见过 那些自寻死路的所谓知识? 那些人是自知必死, 所以求活痛快心安。 但这只狱外天魔极为强大, 想来还能活很多年, 甚至不比原规差, 为何毫不畏死, 甚至主动求死? 那只狱外天魔 错盼了她的精神力量, 她也错盼了对方的冷酷意志, 不然也不至于伤得如此之重。 太平真人若有所思, 可能这才是他们被称为天魔的原因, 但终究证明我是对的。 景久看着青烟凝成的那个小人, 那么多人追随你, 现在看来都是白死了。 她在主以座仙路 修复了朝天大陆的屏障, 与雪姬杀了这么多狱外天魔, 这些太平真人都看在眼里, 准确来说, 景久带着她飞升, 就是要让她看到这些画面, 这个世界比她想象的还要寒冷, 还要离奇, 也确实危险, 但似乎并不是无法对抗。 数百年来的朝天大陆, 包括白真人, 杜海僧, 各宗派的友德长老, 无数人因为相信他的看法, 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现在看来这真的都是错的吗? 太平真人看了她一眼, 你难道没有发现自己弱了很多? 说明这个世界更低级, 可惜你要死了。 那颗红色的火球离这里太过遥远, 想要通过它来补充仙气, 修复体内的伤势很难完成。 我在这里再睡几百年就可以, 什么是年呢? 太平真人轻衣忽然飘了起来, 一妹重新变成了青烟, 紧久猜到她要做什么, 眼神微冷。 没必要, 你还能再活几年。 到底什么是年呢? 一妹再飘, 青烟动人, 太平真人伸出双手, 轻轻推着她, 向红色火球那边飘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太平真人停了下来, 腰部以下的身体都已经尽数虚化, 红色火球吐出的火焰在这里看着愈发真切, 感受得也更加清楚, 确实都是仙气, 在这个距离只需要三千念, 它便能恢复。 太平真人说得对, 在这个寂静如巨木的宇宙里, 哪里有什么年呢? 只有念, 经就见识见宁, 愿意见生, 准备入定, 看着太平真人。 师兄, 再见。 那道青烟是太平真人的一缕神魂, 无法复活, 在青天剑与万物一剑里, 大概能保存十年左右的时间。 现在他自然无法再活下去了, 太平真人笑了笑, 忽然感应到了些什么, 望向宇宙某处, 微微失神片刻。 啊, 真美, 不需此行。 太平真人看着这幕壮阔的画面, 感慨万分, 就此消散, 景久, 陷入了昏睡。 宇宙里无数颗星辰, 数万道燃烧的飞剑在期间飞行, 在很短的时间里, 那些燃烧的飞剑便来到那颗红色火球之前, 围住了这对师兄弟, 飞剑静止下来, 火焰收回尾部, 显现出真实的模样, 每道飞剑都是一艘长达十余里的战剑, 表面附着灰白色的金属, 却不怎么反光。 数万道飞剑便是数万艘战剑。 数万艘战剑再次点火, 变成数万道燃烧的飞剑, 向着遥远宇宙深处而去。 那些泛着幽兰光泽的火焰, 并非是真实事物的燃烧, 更像是某种光流。 没用多长时间, 那些燃烧的飞剑便消失无踪, 不知道去往了什么地方。 那颗巨大的红色火球四周, 除了那只域外天魔的尸体尘埃, 再没有任何事物。 木巢, 那是真正的木巢, 防御力度极强, 迈冲攻击的强度, 更是可以穿过最后的合金板。 想消灭它, 至少需要一支分剑队, 我才不相信它会被一个人杀死。 我说过很多次了, 它是一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并不是真实的人类。 我也说过很多次, 这不可能。 光谱分析表明, 它的身体根本不是金属, 而是由一种未知的元素组成。 而且, 你看它的皮肤头发, 哪里有这么好的仿生材料? 最大的逻辑问题在于, 如果它是液态金属机器人, 为何要模拟人类的外表, 乃至内脏分布? 这没有道理啊。 另外, 它的微处理器在哪里? 你们已经扫描了七百多次, 有看到过一个处理器, 发现一条信息通道吗? 科学院收到资料后, 认为它极有可能是远古文明的遗存。 拜托, 远古文明早就已经毁了多少年了, 就算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过这种文明水准, 又怎么可能把一个机器人保存得如此完好? 碧蓝的天空在窗外散发着均匀的光线, 有种非真实的感觉, 但足以把空旷的实验室照得非常明亮。 两名科学家站在透明防护罩的外面, 看着里面不停地争论着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其中那位男科学家忽然说道, 上次的申请下来了吗? 他们试过了行星基地里的所有典型的切割工具, 然而实验目标的身体无比紧密坚硬, 根本无法取样, 迫不得已只好向科学案打报告, 希望能够调一台动力场分离移过来。 之所以迫不得已是因为科学家肯定会答应他们的要求, 但随着动力场分离移过来的, 肯定还有很多同行。 面对着如此惊人的发现, 没有一个科学家愿意错过。 那位年龄稍长, 容颜温婉的女科学家摇了摇头, 给出了一个意外的答案。 院长担心会损害实验目标的内部构造, 把事情打了回来。 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院长会坐飞船过来, 可能还需要二十天。 那位男科学家叹了口气, 不知道是遗憾还是后怕, 望着台上的实验目标。 说实话, 就连切掉她一根头发, 我都有些不忍心。 女艺术家有些不解。 什么意思? 这是艺术品。 男科学家收回视线, 非常认真地看着她。 这是宇宙里最完美的艺术品, 对她最微小的破坏, 哪怕是剪掉她的指甲都是犯罪。 女科学家看着实验目标, 看了很长时间, 默认了同伴的看法。 所以, 她不可能是人类, 就算做十次最贵的基因优化, 再得到女祭司的祝福, 也不可能如此完美。 她是最完美的艺术品, 但并非完美, 真正的完美反而是残缺的。 最精密的那次扫描, 发现她的眼角 有一条非常细小的细纹, 大概在原子层面。 不知道在电子显微镜的镜头下面, 那道细纹是多么的好看。 那位男科学家滔滔不绝说着, 视线忍不住再次落在台上, 如果她是个活人, 我一定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如果她活着, 也应该是一位男性。 男性科学家摊开双手, 一脸无辜, 这重要吗? 实验室里到处都是金属, 在窗外, 碧蓝天空投来的温暖光线之下, 泛着翠白的颜色, 却没有什么冰冷的感觉。 透明防护罩中间有一个金属台, 台上躺着一个赤裸的男子, 无论容颜还是身体, 都堪称完美。 忽然, 那个男子睁开了眼睛, 望向防护罩外面的两名科学家, 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 嗯? 新式学院的静修室 就像名字一样安静, 十几名学生盘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 很长时间都保持着 一动不动的姿势, 只是眼皮不停微颤, 明显是眼珠在不时转动, 似乎在看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有一名学生睁开眼睛, 有些无趣地向后倒在地板上, 翘着腿。 如果不是钟离子的书, 我肯定是看不下去了。 又有一名学生睁开眼睛, 揉了揉发酸的脖子。 但你别说, 他一天居然能够更新十万字, 至少能看保不是? 先前那名学生切了一声。 用意识捕捉, 我一天能写六十万字。 一个错别字与口头语都没有, 也没有智能修改的痕迹, 他明显用的人工输入。 陆续又有学生睁开眼睛, 加入讨论当中。 人工输入居然能写十万字, 他什么时候破镜了? 不对啊, 就算他的境界再提升三层, 手速也不可能这么快。 他家里情况不好, 可能急着挣钱吧, 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年轻便白了头。 我与他是初班同学, 据说他是第二次基因开发的时候出了问题。 扯远了, 不要说什么日更十万字, 关键还要看故事的内容,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得起修仙, 真是老套臣服无趣至极, 就像那个书名一样。 不错, 大道朝天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书名与剧情倒还好说, 那个巨人挺可爱的, 十岁很招人疼, 童颜真可怜, 就是男主角太无聊, 成天死着脸, 人物扁平毫无性格。 伴着一声轻贺与摔门的声音, 一个少女走进了警修室, 少女约莫十五六岁年龄, 穿着件素色的道服, 银发竖在身后, 看着极其撒爽, 对着那些铜窗恼火的喊道, 修仙哪里老头了, 修哪里臣服了, 十万字还堵住你们的嘴, 还有你, 什么叫毫无性格啊, 你自己往后看, 会给出解释的, 而且那个解释特别好, 我差点看, 泄,泄哭了。 可是这个故事看到后面, 就容易忘记了前面, 就算你后面解释得再好, 又有什么用呢? 银发少女中子李, 行走在校园的小路上, 有些垂头丧气, 随风微飘的道服也少了很多精神, 来到小路尽头的悬崖边缘, 她抬头看了眼夜空里正在高速旋转的星辰, 还有隐藏在云雾里那些高台, 小脸上流露出羡慕与向往的神情, 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 向往与羡慕尽数变成疲惫与无奈, 她向着悬崖下跳去, 道服微风而起, 变成一朵蒲公英, 飘了很长时间后, 天空里的光线渐渐变暗, 它的速度也渐渐变慢, 落在了地面上。 与学院所在的山崖与隐藏在云雾里的那些世界相比, 这里的世界总是灰暗一片, 建筑里的灯光是那样的昏黄, 好在不像那些漠视电影里描写的那样潮湿与肮脏, 还有危险。 她走进了一栋普通的公寓楼, 通过扫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伸手取了杯清水一口引进, 然后整个人摊在了沙发上。 看着紧闭的卧室门, 想着今天同学们对小说的评价, 她忍不住恼火。 所有人都说你这个小说没意思, 就算是花钱买全先放到网上, 也不可能会挣钱的, 你别指望我出钱。 卧室里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那样的安静, 就像是没有人一般, 她走到门前用力地敲了两下。 现在学院网上已经更新到童爷去欠琴酒与柳慈, 让他们偷青天剑了, 翻草还是很普通, 接下来怎么办啊, 后面你写的我都已经看过了, 一个高潮都没有, 就连三月死的时候有些难过, 偏射还哭不痛快, 最后的飞升都那么平淡, 嗨,你比例不够啊, 飞升之后你可得认真写。 门依然紧闭着, 里面的人没有理他, 他忍不住了, 用力地把门打开, 一个少年穿着运动服, 戴着帽子坐在窗前, 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心想真是个怪人, 居然在家里也戴着帽子。 吴国娘, 你先告诉我, 他飞升之后去了哪里? 少年沉默了会儿, 就到这个世界来了, 中子里听到这个答案, 挣了片刻, 然后抱着脑袋尖叫了起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样就更没人看了, 你以为修仙世界 与星剧时代联合到一起 很新鲜吗? 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 这种所谓题材融合 是最糟的选择, 就像记性的怪他一样, 你怎么敢这么写啊? 哎呀,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开掉。 说完这句话, 他趴得一声关上门, 那名少年没有理会他的反应, 依然静静看着窗外。 这里很低, 离星空很远, 只能看到极小的一角宇宙。 窗外洒落的星光 更是微妙至极, 那些星光落在他的脸上, 变得灿烂了几分, 很美。 仅旧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一百六十万夕, 用这里的时间来算, 应该是二十天。 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与朝天大陆相比, 这是一个低等文明。 不过文明这个词, 是他来到这里才学会的。 第四百八十四集 实验室里的囚徒 经久收回望向宇宙的视线, 转身打开门走到客厅里, 摘下帽子, 坐到了那张 带着软电的椅子上。 这个世界的文明 确实相对低级, 但也有些可取之处, 比如这种椅子 比他那把竹塘椅 还要更舒服。 钟子里拿着书子 正在细心 梳理自己银色的长发, 看着他若无其事地 走过来 便是一肚子气, 正准备嘲讽他几句, 忽然看着他 摘下帽子后露出的脸, 顿时没了脾气, 声音也变得温柔了很多。 要到时间了吗? 说起来, 你怎么对新闻 这么感兴趣啊? 难道你是从上面来的? 背后骂害了? 他对这张脸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不然前些天 也不会接受 对方合租的请求, 要知道对方 拿不出身份证明 什么都没有。 不过他并不害怕 对方会做什么, 这个少年 实在是生得太好看了, 不管是要去挣钱, 甚至是去往云里的上层, 与那些大人物结识 都有的是办法。 正所谓 持量行凶啊, 哪里还需要用什么暴力?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是新式学院的学生, 拥有着超过普通人的战力, 这个少年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过也正是因为 这张好看到了极点的脸, 他才会被对方欺骗, 答应用自己的名义 把那篇小说 传到了学院网里。 结果谁知道 得到的评价 竟是如此糟糕。 现代人类 不像远古文明时 那样强大, 但掌握基因改造的方法后 人人都能修行真气。 像你写的这种 传统修宪小说 真的很难让人觉得 有吸引力。 就像你书里写的那些 迫害境界仙, 听着很强大很唬人, 但费剑速度那么慢, 连颤剑都遮不上怎么打。 就算它们确实 比现在人类强者厉害, 也厉害不到哪儿去, 怎么可能让读者 产生强烈的情绪冲击? 除非你写的修行者 能一拳毁掉一颗恒星, 那还差不多。 仅就现在知道 恒星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 以它的境界实力 都无法毁掉一颗恒星, 朝天大陆别的修行者 自然也不行, 更不要说 这个低等文明。 听说, 现在一种很强大的 恒星级武器, 可以直接毁灭一颗恒星, 只不过现在问题 是无法收集到足够能量, 据说也是恒星级的。 经久心想这真是 毫无意义的一句话, 如果有法宝 可以把那种燃烧的 火球里的仙气 进入吸收, 那还毁灭它做什么? 忽然有音乐声响起, 它知道 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始了, 从软垫上坐直身体, 望向前方的那道光幕。 每天晚上八点钟, 那道光幕都会播放一种 叫做新闻的东西, 就是把这个世界发生的重要事情 说一遍。 虽然他不理解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但对他这个异乡来客而言, 这是了解这个世界的 重要信息来源, 他不愿意错过。 中子里又倒了杯清水, 吃了些药片, 拿了些纤维素, 随意吃了几口, 便算是结束了晚饭, 对他继续说道。 飞升前的内容 要不要修改一下, 反正还没有更新出去, 咱们加强一下 青山宗和中州派的矛盾, 另外再弄些恩怨情仇出来, 比如白真人和柳慈当年 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后来又是怎么星铺陌路, 再比如赵腊月与白枣之间。 请就心想, 顾卿都已经那样了, 难道还不够吗? 他写大道朝天这本小说, 自然有其深意, 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人看到, 只能通过这个小女孩发表。 但被说得多了, 难免还是有些烦, 转身望向银发少女的眼睛,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毕竟是低等文明, 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中子李被他这样看着, 不禁有些微羞。 书里面的请求, 就是你自己吧? 真是自怜啊。 不过, 你确实挺好看的。 你今年到底多大? 这时候新闻已经开始了, 请求不再理他, 望向那道光幕。 中子李看着他端正地坐姿, 专注地神情, 觉得好生无趣。 只有那些最上进的学生, 最热情的民众, 才会每天晚上守着新闻。 平民区的人谁会看这个? 这少年真是个怪人, 或者真有可能是上面的人。 新闻上的画面经过几次变化, 来到了一道巨大的金属门前。 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官员, 那位官员说, 前些天的爆炸是一次意外事故, 被及时地控制住了, 无论对环境还是结构, 都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民众不用惊慌。 经究有些意外, 按照这些天他学习到的相关诚识, 这里的朝廷或者说没会, 应该早就发出了通缉令, 为何始终没有在新闻上看到自己这张很容易被认出来的脸, 难道说那个叫做实验室的地方并不重要? 在这条新闻的最后, 他在背景里远远看到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有着一头潦草的金发, 有着一张很普通的脸, 给他的印象却很深。 经究在实验室里睁开眼睛之前, 听到了一段对话, 他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 奇怪的是, 却能明白那些对话的意思。 有个男子表达了对他的爱慕, 并且不在意性别, 他睁开眼睛看到了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有一头金发和一张普通的脸, 穿着一身白色外衣, 他下意识里呃了一声表示疑问, 又觉得不是很礼貌, 于是从台子上站起身来, 向对方点了点头, 表示感谢。 这种事情在朝天大陆也不先见, 有段时间甚至在东一道那边很是盛行, 当然, 在朝天大陆的时候他不需要考虑礼貌这种事情, 但这里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先见, 他觉得应该表现得低调一些。 那两名科学家是这个世界最上层的人物, 不知道见过多少心和尘埃离奇的误事, 并没有因为他的醒来而发出尖叫, 不过他们依然很吃惊, 盯着景久, 眼睛一眨不眨。 景久忘了自己没有穿衣服, 就像当年的镇魔玉礼一样, 他用箭矢在四周扫过, 在很短的时间里, 掌握了这个地方的环境以及所有细节, 包括那些隐藏在金属墙壁后方的细节。 这个房间比神墨峰的洞幅要小些, 但非常规整, 充满了一种简单而枯燥的美感, 或者说无趣感。 令他有些兴趣的是, 放眼所见之处都是金属, 看来仙界的矿产要比朝天大陆丰富很多。 至于那些光线闪烁, 看着很精巧复杂的小法器, 有些类似于那些器宗的手臂。 只是里面的晶石太少, 而且能量不纯。 相反, 那些隐藏在墙壁后方的线状法器里的能量非常精纯, 可是数量又有些不够。 最令他感到失望的是, 无论是那些法器还是窗外的假光源, 都表明了这个世界对仙气的利用是间接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不如原先世界里那些异大陆的水准。 这里真的是仙界吗? 怎么会如此落后? 在很短的时间里, 他便得到了结论, 回复了平静, 望向那两个人, 注意到对方发公姿样的视线, 发现自己没穿衣服。 与域外天魔的那一战如此可怕, 那件白衣自然毁了, 而他离开朝天大陆之后, 也失去了与那个空间的联系, 无法把那些衣服带到身边, 不然他怎么可能不把主意带走? 身为修道者, 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 他举起双手, 准备向对方行李, 没想到对方吓了一跳, 退后几步喊了起来。 那些语言他确实没有听过, 却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放下手来, 这里有六级的能量场, 就算是战舰主炮都轰不开。 警舅沉默了会儿, 收回双手向前走了几步, 果然接触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能量场是什么意思? 他居然没有发现这道无形的屏障, 这真的难以想象。 最大的问题在于, 为何会有这道无形的屏障? 这些人是准备囚禁自己吗? 警舅再次举起右手, 按在了那道无形屏障上, 无数道见光在他的手掌与空气之间产生, 照亮他面无表情的脸。 当警舅刚要举起右手的时候, 那两名科学家便紧张地喊了起来, 住手, 不要尝试! 你疯了吗? 就算你是最厉害的液体金属机器人, 也不可能突破立场啊, 会受伤的。 警舅听懂了这两个人说的话, 但不是很明白那些词语的意思, 立场又是什么? 与前面说的能量场有什么关联? 机器人又是什么? 那个立场不可能突破? 这又是什么意思? 醒来的第一时间, 他就用箭矢做了一遍内观, 确认体内的仙气数量恢复了一些, 在朝天大陆他都没有对手, 这个落后的地方哪有法宝能拦住自己? 无数声清脆的响声回荡在空旷的实验室里, 数百道剑光从他的手掌与空气之间升出,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绕行一圈, 最后又回到他的身边。 他居然没能打破这道无形屏障, 感受着四周空间被扭曲的感觉, 警舅心想,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能量场或者立场? 朝天大陆也没有什么法宝能够完全改变空间的结构, 这个仙界有些落后, 但有些意思。 他退后两步望向那些金属墙壁, 眼眸深处亮出了一抹剑光, 很快便在金属墙后的数千种法器与元气流动里, 找到了相对薄弱的地方, 也找到了中枢。 手指破空而出, 一道冷艳至极的剑光向着金属墙壁射去, 却在半途便被那道无形的屏障挡住, 剑光疏的一声折回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道无形屏障能拦住万无一剑, 居然也能拦住无实质的剑光。 金属的脸色认真了些。 看着那些绕着高台飞舞的剑光, 以及最后金属挥出的那抹剑光, 那名科学家蹲在仪器台下方抱着脑袋, 惊声喊道, 这是什么东西? 是三星宁光吗? 难道是个人形激光武器? 待他看到那抹剑光被能量场弹回, 落在金属身上后, 更是大惊失寸, 挥舞着手臂紧张地喊道, 小心点,小心点, 别把自己给弄伤了。 女科学家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道, 请冷静下来, 我们应该谈谈, 我们对你没有恶意, 不要再尝试了, 没有人能突破能量场, 这样只会伤害到你自己。 景久能够听懂他们的语言, 只是不会说, 这不是他拒绝对话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于那一道无形的屏障, 拦住了他的去路, 就像是一道栅栏。 这里是一间囚室, 他是囚徒, 在被囚禁的状态下, 谈判是他不能接受的事情。 他望向那两名科学家, 视线相对, 男科学家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 女科学家的呼吸变得有些沉重, 忽然转身走到控制台前, 他们不是被景久的美色所获, 而是精神世界出现了一道强大的意志, 无法抗拒。 那道叫做能量场的无形屏障, 可以扭曲空间, 挡住物质以及见光, 意识却可以穿透过去。 警久命令那两个人放开自己, 却发现这种精神控制无法做到绝对精确。 两名科学家坐在控制台前神情茫然, 不知道要做什么, 手指在上面无目的移动着, 远处有人正在向这边走来, 应该是那个叫做能量场的东西, 引发了注意。 警久望向墙壁后方先前发现的中枢, 再次向那两个人传递过去自己的意志。 一道淡蓝色的光照, 显现然后消失, 那道无形屏障被解除了。 警久离开时想到一件事情, 转身走回已经昏迷的二人身边, 想了想脱掉那位女性的外衣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衣服自然不如神墨峰洞府里的那十几件白衣, 好在也是白的, 而且女性的衣物总要洁净些。 室外是更大的空间, 不知道有多少层, 无数条或明或暗的通道穿行期间, 从墙壁到地板, 再到通风管。 绝大多数事物都是金属的。 警久再次确认, 这里是一个矿产资源极丰富的世界。 行走在金属地面上, 很难不发出声音, 就在这段时间里, 她便听到了至少数十个人的脚步声 从各个地方传来。 她没有任何声音, 也不担心被任何人发现。 域外天魔都做不到的事情, 这里的人们又怎么能做到? 她走在一条很长的通道里, 上方洒落的光线很自然, 有些偏暗。 自然地想到了青山剑狱下方, 那条通往师兄求是的路。 忽然, 她察觉到有两道气息波动, 从通道两头高速扫来。 在宇宙里, 她可以伪装成陨石, 在这里, 她能扮演成什么? 自指搂吗? 还是说变成一只蝴蝶飞走? 就在两道气息波动, 快要落到她身上的时候, 她化作一道剑光, 向着右侧闪去, 悄无声息, 无比坚硬的金属墙壁上, 出现了一道极小而锋利至极的缝隙。 金属墙壁的那头是一个不大的房间, 放着一些杯子与她不认识的事物。 从那些事物引而未发的元气波动来看, 应该是某种法器。 房门被推开, 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走了进来, 看着她微微已正, 点头致意后便开始忙自己的事情。 看来这种白色衣服 就是他们用来判别彼此身份的凭证。 经久心想, 大概就像修行界的那些宗派服饰一样, 比如青山宗的剑山。 滴得一声清响, 沸腾的水倒进杯子里, 生起淡淡茶香。 经久其实没有嗅觉, 但能分析出那些香味的细微区别, 确认比顾清煮的茶差上三万三千多倍。 令她有些意外的是, 那个法器转换灵器的方式很巧妙, 烧水要比神莫峰的银炭炉 与铁壶快多了。 一名男人端起一杯茶, 要来一杯吗? 经久注意到此人的手上戴着一个金属环, 另外那个人的手上也有, 再想到先前被自己弄昏的二人也有, 心想, 这大概便是另排一类的东西。 她摇了摇头, 向室外走去。 那人也没有怎么在意, 端起茶杯, 到唇边吹了几口气, 忽然震住了, 有些失神。 怎么了? 哦, 这两天迟宴可能有些辛苦, 刚才有些眼花了。 那人喝了口茶, 自嘲想着, 不然刚才眼前怎么可能出现, 那样好看的一张脸。 第485集 第一次接触 经久想弄一个手环很简单, 但如果那个手环需要与 所有者的气息相匹配才能离开, 那确实有些麻烦。 她来到一个偏僻而安静的房间里, 看着屋顶那些繁如珠网的管道, 发现自己的心情竟有些罕见地乱了起来, 就像这些管道一样。 不是对未知的恐惧, 未知只会让她感到兴奋, 也不是对危险的警惕, 那只会让她有更明确的存在感, 寄而喜悦。 她只是觉得, 要做这些纯粹事物性、 流程性、 无意义的事情, 比如躲避换装、 查看, 然后离开, 真的很烦。 她这样做, 是觉得仙界就算比想象中要落后很多, 但毕竟是仙界, 自己应该低调一些。 但这样真的很烦, 而且很浪费时间。 她看着屋顶的那些管道, 毫无来由地决定改变做法。 房间里升起一道微风, 带走了她的身影, 屋顶的管道上出现数十道裂口, 然后纷纷倒塌, 就像是被斩断成无数级的大蛇。 借贝森岩的基地核心地带, 出现了一道明亮至极的剑光, 那道剑光向上飞去, 无论拦在前面的, 是最坚硬的合金加层, 还是最耐高温的复核材料, 遇到这道剑光便会破开。 最可怕的是, 那道剑光的速度非常快, 基地的监控设备根本无法清楚地捕捉, 只能模糊计算出, 速度应该已经超过了雨季战舰。 地底空间里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各层平台里的警示灯光开始快速闪动。 机动位对以最快的速度出动, 实验室开始进行分区隔离, 电脑里的绝密数据开始做深层备案。 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道剑光便已经飞出了基地, 来到了通往外界的唯一入口处。 这里的崖壁里, 有一个强大的自动武器机台, 安置着威力极大的激光主炮, 这时候已经开始调资, 对准了出口。 警久不知道什么是激光主炮, 但感觉到前方隐隐有危险的感觉, 想都未想, 便一挥手, 数十道剑光从他的手上飞出,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落在崖壁之间。 那台激光主炮刚做好发射准备, 便被削成了一堆废铁。 剑光依然未知, 深入自动武器机台, 不知道砍中了什么, 引发了一场爆炸。 爆炸声不绝于耳, 炽烈的火焰与气浪喷涌而出, 警久没有回头, 他发现自己的速度确实变慢了, 不能与在朝天大陆的时候相提并论, 这个世界的层次看来确实有些低。 朝天大陆能够拥有如此多金属矿产, 并且愿意毫无审美地摆出来的地方, 除了东义道王府, 便只有那几个弃宗的山门。 警久以为这里也是仙界的某个弃宗山门, 在某座极深的大山里, 既然如此, 剑光一直向上飞, 便应该从封顶出来。 他准备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全貌, 比如远方的山川以及近处的河流。 他没有想到的是, 飞出来后却还是在地底。 头顶没有碧蓝的天空, 只有极高处有一片很小的黑色空间, 深深隐隐有些星辰, 那里可能是他曾经停留过的宇宙。 四周一片昏暗, 树枝的高高的灯杆上散发着 说不清楚明亮还是暗淡的光。 安静的街道上没有人, 两侧的建筑里只有不多的房间里亮着灯, 那些灯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竟比夜明珠散发的光好更加稳定, 没有任何闪烁。 最近处的建筑是栋五层小楼, 唯一亮着的房间光线有些闪烁。 他有些好奇, 飞了过去, 很快便来到了窗外。 他看到一个银发少女靠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 手指还落在一件法器上, 应该是正在操作的时候睡了过去。 紧接着他注意到屋子里有道光幕, 上面不停地转换着画面, 便是那些闪烁光线的源头。 他望向那道光幕, 隐隐听到一些声音, 也听懂了那些语言。 这个世界的军队正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与敌人作战, 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看着光幕上那个漂浮在宇宙里的黑色怪物, 他微微挑眉, 本来他准备直接离开这里, 若有人敢拦他, 他便像当年那样一箭杀枝, 反正这个落后的世界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 这时候想法却有些变化。 那个死去的怪物, 就像巨大的黑色五柄蒲公英, 不正是他曾经遇到过的域外天魔。 那些对准域外天魔的箭中模样的飞行器, 不就是那些燃烧的飞箭? 域外天魔明显是一种以吞噬死亡为目标的物种, 是朝天大陆的威胁。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这个世界里的人类与朝天大陆的人们 必然有着极深的渊源, 甚至应该是童源。 他看了一眼沉睡中的那个银发少女, 心想, 那就注意一下, 离开的时候不要杀死太多这里的人。 忽然, 银发少女的脸被照亮, 房间里的光线骤然变强, 一片光明。 他回首望向那道光幕, 只见上面的那些战舰 集体发射出笔直的光线, 向着远处的石鱼之域外天魔而去, 那些光线很粗, 即便隔着窗户与光幕, 也能感受到里面蕴藏着的威力。 天结石最初遇到的那些闪电 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忽然, 那道光雾变得雪白一片, 黑暗的宇宙空间里的某个点爆炸了, 难以想象的光向着四面八方涌去, 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那个火球的模样让他很容易变联想到了 朝天大陆外的那颗白色火球, 以及最后看到的那颗巨大的红色火球。 难道那个火球里也都是仙气? 这个世界居然有这样的法宝, 还真是有些可怕。 到底还是仙界呀? 仙气的数量竟是如此之多, 虽然这种方式极为笨拙, 对仙气的利用非常浪费, 效率极低, 但朝天大陆的通天大雾只怕也承受不住。 他对这个世界的评价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他抬头望向那片很小的夜空, 视线穿越过云雾, 看到了建筑风格明显不一样的十几个平台, 看到了衣着明显华丽很多, 入夜也不肯睡去的人们。 看到了宇宙深处, 那里缓缓漂浮着数艘战舰, 与光幕里出现的那艘战舰几乎一模一样。 那些像天洁闪电般的光线, 那个威力极大的仙气武器, 都是从这种战舰上发出来的。 啊,先看看再说。 景久没有什么心理挣扎, 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他伸手破坏了那个明显是用来警示的小法器, 推开窗户走了进去。 不知道是因为窗外来了风, 还是屋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让气息有了些微的变化, 躺在椅子上的银发少女翻了个身, 有醒来的征兆。 景久看了他一眼, 他顿时放松了下来, 重新进入了深度睡眠。 光幕上的画面已经变了, 不再是那些战舰与燃烧的火球, 变成了室内的图景。 一个女子穿着极紧的衣服在那里跳舞, 舞蹈的动作在他看起来毫不优美, 只是一些机械动作的重复, 那女子似乎很累, 不停地喘着气,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停地说话。 景久想要了解这个世界, 却发现这个世界有些费解, 正了片刻后, 从银发少女的怀里, 拿起那个法器研究了起来。 他试着送一道剑圆进去, 屏幕上微微一亮, 然后再次熄灭。 这个法器不如朝天大陆的法宝高捷, 复杂程度有有过之, 里面还隐藏着很多精巧的小法器, 所以极为脆弱, 稍不注意便可能毁掉, 既然不能用剑圆直接站去, 那便试着找找开关。 他再次用剑翼仔细地观察这件法器内部的构造, 就像在实验室里一样, 再次找到了中枢。 接着注意到法器下方的一个圆形按钮, 从圆形按钮的大小与形状来看, 应该与手指有关。 他拉起那名银发少女的右手, 把她的食指按了上去。 嗡得一声轻响, 法器里的元气流动加快, 光滑地一面亮了起来, 出现了一个画面。 他下意识用手指点上画面里的某个图标, 画面立刻变了, 然后他不停地点了起来。 光幕上的画面不知何时熄灭了, 变成了一片虚无, 屋子里的光线依然闪烁不停, 来自他打开的那个法器。 没过多长时间, 屋子里忽然响起鸡鸣的声音, 警觉忘记声音响起, 发现没有鸡笼, 而是一个很简陋的小法器, 里面有某种弹魔一般的事物正在不停地震动, 模拟出鸡鸣的叫声, 上面的奇怪符号正在闪烁不停。 银发少女像行尸走肉一般缓缓站起, 走到闹钟前关掉, 又重新躺回椅上, 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清醒过来。 整个过程里他都没有发现警觉的存在, 从他醒来的那一刻开始, 警觉便一直站在他的身后,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怎么又睡着了? 银发少女咕弄了一声打了个喝浅, 揉了揉眼睛, 然后发现电脑居然没有休眠。 他望向屏幕看了两眼, 忽然整个人都僵住了, 片刻后惊声尖叫了起来。 啊,我的稿子, 我的两文, 谁删的呀, 我写了半个月的, 小黄你个王八蛋, 是不是你弄的?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 自己的猫前些天已经死了, 看着前方的柜子, 慢慢低头用双手抱住, 沉默了很长时间。 警觉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发现那个柜子上有张照片, 照片里是这位银发少女, 他怀里抱着一只黄猫。 同为养猫人, 他很确定这个屋子里面没有猫, 也没有猫的味道, 原来是这样。 银发少女没用多长时间便冷静下来, 洗漱喝水吃药, 然后坐到椅子上, 开始沉默地吃早餐。 警觉就像个幽灵一样, 跟在他的身后, 看着他洗漱喝水吃药, 沉默地早餐, 然后打开那个法器, 开始输入什么。 他把这个屋子所有的用具, 他的所有动作细节都记在心里。 吃完早餐后, 银发少女便出门去了, 不知道要做什么。 警觉没有跟着他离开, 静静地站在厕所里, 听到房门被反锁的声音才走了出来。 他站在柜子前, 看着那张照片里面的那只黄猫, 沉默了会儿。 照片是立体的, 里面的人与狗就像是真实存在, 有一种极为鲜活的感觉, 就像昨天夜里他看到的那道光幕。 对这些他并不惊讶, 环天珠也能做到, 而且做得更好。 他坐到那把椅子上, 有些意外语, 感觉很舒服, 调整了一下躺姿, 按照银发少女做的那样, 拿起遥控器打开了光幕, 准备看电视。 是的, 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叫做电视, 光幕从虚无里生出, 开始出现图面。 还有声音。 他看了一段声音, 开始学着说话。 剧本台。 房间里忽然响起了刺耳的报警声, 警久隔空把报警器抓了过来, 直接捏碎。 刺耳的报警声戛然而止, 这件法器应该是收集到陌生人的声音 便会示警。 这个世界的人们活得未免也太紧张了些。 不过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宅院里, 居然有这么多的法器, 看来此地的器宗地位相当高。 警久想着这些事情走进厕所, 把手里的那些粉末扔进了码头, 然后按下了按钮让水冲走。 清晨的时候, 他看过那个少女使用此物, 知道是自动冲水的码头, 有些神奇, 但没有更多的感慨, 反正他也用不着。 他走回客厅, 把那几个垫子调整了一下高低, 用更舒服的姿势躺下, 再次开始看电视, 继续学习这里的人说话。 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发音还有些声色, 后来越来越熟练, 同时把读音与意识里懂得的意思 做对照, 越来越清楚。 电视上也有文字, 与朝天大陆的文字看着有些相似, 却根本无法理解。 警九有些依依不舍地从椅子上爬起来, 走进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面积不是很大, 三面墙壁是直到屋顶的书架, 上面整整齐齐排满了纸质书, 显得更加逼字。 站在屋子中间,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被压迫感,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纸书。 他在地板上盘膝坐下, 手指微动, 书架上的所有书都飘了出来, 无风而动。 当年在果成寺, 他与产子翻阅经书用的便是这种方法, 最是方便快速。 他很快便发现自己犯了错, 这些书里的文字他都看不懂, 就算看得再快, 也没有任何用处。 他挑了两本, 看着应该是最浅显, 可能与文字入门相关的书籍, 开始阅读。 紧接着, 他又开始看别的书。 房门与窗紧闭, 窗帘挡住了街上的风景, 与极其狭小的内角宇宙。 没有风, 飘在空中的书籍, 却在自行翻动。 没有光, 他闭着眼睛看得非常认真。 忽然, 一声极轻的撕裂声响起, 这些书已经很旧, 有些纸已经发黄发翠了, 就这样被无形的风快速翻动着, 竟就这样破了。 暮色对下面的街区来说, 也是极奢侈的事情。 日夜之间的转换, 在明亮的路灯干扰下, 总是那样的迅疾无声, 令人措手不及。 房门被打开, 银发少女疲惫地走了进来, 把书包随意地扔到桌上, 然后把自己扔到了长椅上。 他躺了很长时间, 就在警觉以为他会直接睡着的时候, 他站起身来倒了杯清水, 吃完药后, 又吃了晚餐, 走进那个房间里, 拉开窗帘, 向着街区上方那片极小的夜空望去, 眼里满是向往的神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收回视线, 转身准备离开, 忽然在书架下方看到一片碎纸, 蹲下去剪了起来, 神情骤变。 他用颤抖的手指在书架上寻找着, 最后找到了一本书打开, 书里的某一页果然被撕破了一脚。 在学院里的学习已经很累了, 孤独的一个人的生活, 更是令人感到无力而疲惫。 这时候回到家, 却看到自己最珍视的事物, 忽然受到了损伤。 银发少女再也承受不住, 抱着膝盖蹲在地上, 哭泣了起来。 爸爸, 妈妈, 小花, 我好想你们啊, 我真是没有,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呢? 景九站在她的身后, 没让影子落在她的身上, 听着她哭泣着, 叙说自己的悲伤故事。 我真是没用了, 听着它, 我真是没用了。 但,